台韓新春紅包邀請賽 由CMSTONE所舉辦的邀請賽 接下來呢馬上要給各位帶來的是 這一個怪甲軍的部分喔 那目前為止 剛剛出現的是HAS跟PORT 所以這是一個頂尖的PVT 連續兩個2比0喔 那現在這邊的話 就來HAS對上PORT的一個對決喔 那目前為止 要打一個PV 來看HAS會有各種的戰術喔 因為HAS真的很善於 他真的很善於放一些戰術 包括他剛剛對上 剛剛他對上REVIVAL 第一場是REVIVAL我先放他招啦 放一個10滴,結果HAS表示 演練場開毫無壓力 那後來HAS在第二場比賽當中 雙框一波,但是 撐查到發現對方有大量蟑螂之後 其實沉得住氣,直接加力轉不朽 後來還是拿下比賽 對,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打一個 不過打一個BO5啦 其實如果你當 可能放招放個一兩場 還是免不得大部分 大部分時候還是要正面的 來跟PORT來做對決 對,不過還是要看一下 到底會不會放幾場 因為 不過其實PORT 其實人類 因為PORT對上聖也是有野兵引 對,所以其實 看有沒有機會來野個單兵引 來出個胖胖的一種前壓 看有沒有機會 對,現在打人 現在人打神其實比較難去放招 比較少 在母劍核心 出來,在現在有母劍核心的情況底下 其實真的 比較難去賺到什麼了 對,大家看到畫面中的就是我們的PORT 來自CMSTONE 戰隊的PORT 那剛剛那一位 就是SET 那是不是SET 今天沒有台灣靈氣 重足加成 對啊 因為神人晉級了 兩位重足選手都是被直落二淘汰 都是被直落二淘汰 我們在講會不會決賽又是 決賽又是 又是Z比Z 對,一個趕傷 結果不是 一直GGGG 還好不是 對,還好不是 對,還好不是 這一個由於閃電 藍天黑色 紅色的神族選手 哇,要放招了 農民出去了 對,來來來來 這張地圖很近喔 那在三點鐘 藍色的人類選手 CMSTONE的PORT 那這張地圖是 收被最喜歡的神秘之群 然後要直接臉上放水晶塔 哇 這個B2 臉上放水晶塔 媽 欸,不是 PORT會不會去尋 我覺得PORT可能會尋 因為這張圖太容易放招 這張圖地圖在天地上放招 機率非常的高 對,這張地圖其實很適合放招 他要下光炮對不對 在這裡下光炮 他要下高地 欸,還是BG 高地 因為這個位置 光炮地先打不到 下光炮 然後直接 如果對方拉公兵上來 直接封門 這邊下光炮的話 是要掩護 這個也太 這個也太 也太吵了 看一下是怎麼認輸 這個光炮可以 BG BG 因為他沒有BF在家裡 雙BG 對,BG 那 這邊PORT沒有去尋 不過PORT是先兵贏 所以 就算沒尋擊還是 對,就算沒尋 其實看 依他很極限的操作 看有沒有機會守住 他真的是 就算跟你知道也沒關係 嗯 這個位置 擺明了就是你上來就看到 嗯 這個如果人類是裸霜的話 現在就上去就看到 對,現在就 已經早就看到了 所以 這個 喔,這裡已經放下了 哇,失掃 待會可以補追獵 對,一狂二追嗎 來看一下 這邊 會不會再補一個BG 來 沒有,單BG有潛壓嗎 來,單BG 還沒發現喔 這樣等一下 他是應該走死神 這應該走死神 這個時間 哇,如果走死神 然後死神又走出門 對 如果死神一馬上回家 開始甩那隻狂戰士 對,死神可能甚至 工兵到對手加死神 可能就不用去了 嗯,死神就直接在加防守 因為工兵會先瞄到 他想說 奇怪,你怎麼什麼都沒有 對,而且很可能 工兵還沒到 狂戰士 就先下血坡了 他要等兩隻在騎士下去 一隻讓你追 一直去砍弄命 欸 有沒有意識到了 意識到了 開始要尋了 開始要尋了 來來來來來來 哎呀,也不用狂戰士下來 喔 這邊 砍個礦羅 好,卡在這個 死神呢 卡在這個看他講 哇,點掉一隻 不過因為有死神的情況下 是可以操作 不過兩隻狂戰士喔 兩隻狂戰士喔 兩隻狂戰士 想包想包 來來來,這邊包 好,這邊秀操作 哇 兩隻,三隻,四隻 五隻 這個狂戰士 這個損傷 六隻 還在打還在打 狂戰士果然是輸出王 七隻 哇 這個損傷有點大 我們來這邊 我追獵要來了 追獵不但是處理死神 或是陸戰隊 其實都是非常優勢的 我這邊 追獵就當尾刀狗就好了 嗯 這邊追獵表示 還是靠我的收尾 來個Pentaccio 來來來來 哎呀 割一個神點 再點 後面再補追獵 中甲 中甲單位 是不害怕的 對,要拉出弓兵了 我覺得這邊要拉弓兵了 這一定要拉弓兵 這個拉弓兵的 關鍵是把對方的兵逼退 然後弓兵去點掉水晶塔 不然對方一直補兵 誰受不了 你這邊如果不去逼 讓他雙追獵出來 哇 那個是 哎哎哎 小心小心 對,第二隻追獵出來 卡住 哇 11個操作失誤 真的不應該操作失誤 哇,這個真的白白送掉 對,然後這邊要不要點水晶塔 沒有沒有,他不點水晶塔 他要去 硬包嘛 其實硬包不太適合 不太恰當 不對 不是很好 對 哎呀,又來 這 哇,POT的操作 感覺有點跟不上 嗯 哇,這裡 我們來看 點點點 哎呀,扁掉了 還不錯 來,又來一隻 這是狂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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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狂戰士快跑 哎呦,狂戰士 哇,繞圈圈 哎,快來追我啊 快來追我啊 老爺 兩隻兩隻 繞圈圈 這是一個 淒美的愛情故事 對 不回頭砍弓兵嗎 這 哎呀,回頭 一氣之下砍死一隻弓兵 還有一隻追獵要出來 這一波守住之後 剛剛人類 剛剛死了 好像死了七農 還八農 但是神主也是窮 他這邊其實每刷一隻兵就是讓你 沒辦法 沒辦法挖起來 哇,這個水箭槍爆掉 竟然被追獵出來了 還讓一隻追獵出來 對,這真的有點虧啦 其實要不是黑石剛剛的 有一隻追獵被卡住 其實黑石這場有機會直接帶走 對 哦,來 這邊甩 哇,母劍核心來 哈哈,這個太尷尬了 這個太尷尬了 哇,這個是直接 這個combo 這個combo真的太誇張了 哈哈哈哈 那來,還有VS啊 還有VS啊 還有VS啊 哇 哇 那這邊進來 再放水晶 再賭水晶 再賭水晶 好煩啊 哇呀 還有緩球嗎 還有緩球 還有緩球 公兵 再丟一個緩 這邊再丟 我們要看這邊要硬把那個水晶 這感覺有幫 幫Sam報到仇的感覺 幫那個死神 哇 水晶取消 那這邊的話就是 先知了 先知的話可以圖 就是五到六隻陸戰隊 但是完全不理你的 對 感覺黑石的combo 技術的combo 抗得太開心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開礦的 因為我覺得剛剛的優勢 如果你這樣 因為對方三兵贏了 你這邊如果沒鬧到 其實你就等於很危險 對方可能反推 對,而且其實因為 你逼迫 你逼迫Port這邊補到三兵贏的情況下 陸戰隊數量夠的 他待會如果 除非陸戰隊出門 不然他不怕你的限制 而且Port應該沒有猜到 對方是這種絕命的打法 是有帶VS的 對,他不知道 他陸戰隊應該會出門 他要出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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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果然就是一般的 欸,沒看到 沒看到 出門 完了,家裡沒有東西 弓兵要帶著衝了 但是家裡就只有 上邊獨口 對,這邊看到 看到了看到了 啊,這個看到最開心啦 懂了 啊,這個看到 開心到不行 欸,這嘴列記得拉一下 嘴列,嘴列 嘴列 哎呀,這嘴列沒啦 死神到,哎呀,不對 不是死神,仙之道 仙之道,工兵開始逃命 這要背不太會的 哇,這裡,這個 要怎麼打 欸,沒有沒有沒有,這個仙之 喔,有了,仙之 我剛剛一隻能量 也是血量 沒有沒有,他這邊 那是,剛剛其實送了一隻追列 蠻可惜的 而且其實S家中怎麼守啊 S家裡面其實 S家裡面刷兵,守其實就好 欸欸欸欸欸 啊,來,我直接打換家 有沒有口 有 啊,因為他母親核心跳 對,他沒有大光炮 對,他母親核心跳 來來,欸 這邊有一隻工兵,來 欸欸欸欸 哎呀 哎呀 這個尷尬 欸欸欸 他公兵 他公兵怎麼不理 哎呀,這裡兩邊開始 這兩邊開始 這兩邊開始兌換 這邊把Port的農民快要殺光 但是S家中也在爆炸 哎呀,大光炮 來了來了 哇,這個大光炮 這個大光炮 非常非常的及時 Has剛剛在等大光炮 但Has家裡面的工兵要死光了 啊,要被硬點 Has有一百多塊 有一百多塊 對 Port沒錢啊 對,Port沒錢 他Port沒錢 可是可以丟那個 礦羅 丟礦羅 啊,虛空出來比賽就結束了 虛空出來比賽就結束了 虛空出來比賽就結束了 因為畢竟虛空是 在這種殘局當中是非常強大的 哇,又來一隻先知 還有第二隻先知哪來的啊 Port 哇,Port這個 WELCOME TO TAIWAN啊,Port 對,哇 這個Has真的太 好猛啊這個 太會那個 太會弄啦 環環相扣的連環技啊 對,這根本真的combo啊 這真的combo com到深處無願有 應該13combo 對 呵呵呵 欸欸欸,這個先知 這個先知 對,往後拉這個沒關係 開始變直接秒 哇,Port我覺得要打GG了 對,Port要打GG了 對,Port要打GG了 哇,虛空還出來 他看到虛空這個是不行 對,看到虛空應該就知道差不多了 應該就差不多了 應該就差不多了 Has打Port真的是這個打法是不是 啊,怎麼在換 還在秀 但關鍵是這個打不贏 對,Port還是打了GG 他無法對空啊 略奪無法對空 對,沒錯 好的,那第三比賽其實可以看到 Has其實剛剛 說別也提到了 正常的神族搞這種招 就是有賺回家開礦 對,沒錯 結果Has一直弄 結果Has一直弄 對,Has一直弄 還在弄死 Has賺到之後決定再更多 對,死都還在 這個其實這個很危險的是 如果 對手對自己很熟悉 其實他就會比較 就是如果對手有針對 他就會比較危險 但是 如果對手沒有 就是不知道Has這樣風格的選手 他真的是會被死 真的是往實力打 真的是往實力打 對,真的是往實力打 這戰術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第一回合 對,那不得不說 真的是 其實從 單兵營 單兵營開始其實就算是有賺了啦 對,其實從一開始的兵營就賺了啦 那個確實是換到夠多 後面持續一直鬧 雖然追列有點失誤被爆掉一隻 但是其實到那邊都還在賺 對 那邊的工兵雖然沒有帶出來 不過那邊工兵最起碼應該差了 應該殺了 起碼有十幾隻 而且那五六隻一直跟著走 根本就沒辦法 沒辦法挖錢 對 那其實我想PORT被HES下馬威之後 我覺得下一場PORT應該在 不管是一開始的巡點位上面 還有在家中附近的一個 陰影處的一個巡視當中 我覺得PORT應該會更小心一點了 對 那HES會不會下一場直接來打裸霜呢 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HES會怎麼打 可是我覺得HES還是會放鬆 我覺得他還是會弄人 但是不知道搞不好是雙框弄一波還怎麼樣 對,只是怎麼弄 對 我們都知道他會弄人 只是怎麼弄人 每次都期待他到底要怎麼弄 對,所以其實 其實HES這位選手他在出道的時候 大家都說他弄人很強 可是如果今天大家都知道你會弄人的時候 你放招放失敗的時候 你就沒那麼強 但是HES上我們示範的是說 當全世界都知道你要放招的時候 他還是打不贏你 對 但其實還是看人 我覺得看人 如果對手基本功非常非常好 真的有去針對他 其實我覺得HES還是不好打 對,所以其實這邊 還是看一下待會HES在這場BO當中 會拿出什麼樣子的一個打法 好的,那我們第二場比賽開始了 使用的是瓦尼研究戰 目前畫面中六點鐘方向的 藍色人類選手來自CFSTONE的PORT 我們的隊長 那十二點鐘方向的紅色神奏選手 來自由於閃電來的HES 有沒有機會來搞人呢 來看一下,工兵這次沒出門了 嗯,沒出門了 乖乖的 工兵這次在家乖乖的發呆 有啦,有挖礦啦 對對對,沒發呆 抱歉 誤會你 發呆是不行的 發呆就 馬上會被檢舉 馬上就爆炸 對,馬上被檢舉 這個 民眾洽工看到公務人員發呆 是馬上就檢舉 所以現在公務人員很苦 隨時是全民狗仔的時代 對,現在沒事手機就拿出來錄 對對對,所以其實我覺得 像農民發呆也是隨隨便被OB帶到的 現在真的什麼東西都在錄 今天的 我們要為今天的一個 就是復興的一個 為大家就是 為大家那個默哀 然後 然後大家就是 那叫祈禱 對,那那個真的 因為一瞬間看到那個影片 你真的會覺得 就是 這什麼東西 還蠻可怕的 對,真的蠻可怕的 那個 真的是看到會讓人感到蠻震驚的 所以真的什麼東西都會 真的現在真的什麼東西都拍得下來 對對對 但是這也是示範了 真的人衰 什麼事情都會遇到 對 好,這邊訓一下 怕被弄了 對啊,現在 怎麼沒有,現在也是自己 對,也是自己 我知道,我知道 沒事就放招 他現在 他怕被復仇 對,生怕就是 弄人者人和弄之 哇,也是這邊單兵營雙氣 並沒有急招開礦 他可能是 他這場放招可以放什麼 放野飛機場 嗯 對,這張地圖很適合野飛機場 噢,是的是的 野飛機場其實對於 單兵營雙開的人類選手 也有很好的一個壓制效果 對,沒錯啊 那這邊又是走了死神 呃,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Port會尋到 呃,他只是不知道 這個惡,惡氣什麼時候放 Port一樣都沒尋四周圍 你會覺得 Port真的是非常非常 這是正人君子嗎 對,真的很 但是,不敢講也要放一下 割打正面沒有在怕 對,我們看水 我們看水 我們看水晶塔放下來了 唉呀,來來來 因為這個太近了吧 直接塞這裡啊,Port 這不是擺明給人家尋嗎 對啊,這樣的話 Port 還是瞧不起Port不會去尋他 這個位置是 我覺得一定會被發現的啊 我們飛在直接梦啊 這不可能 這一定發現的啊 真的太誇張了吧 就連他把Port當棒槌欸 對,他把 真的,哇 而且你知道我們的會戰 Port就在正對面 你知道嗎 Port如果 他真的把Port當棒槌 Port會不會下來 你看你看嘛 被發現了被發現了 這個怎麼打啦 對,還在那邊開玩笑 一定是 這個很好尋的啊 不是嘛 你至少放在一個比較 其實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以為Port會尋右邊 因為這張地圖也比你大部分都放在右邊 他要在下 你看看 再下一個水晶塔 他是不是想硬下水晶塔 他要再下一個水晶塔 他要硬出 他要硬出之先知 他要硬出 可是Port已經蓋B1了 你看 Port直接給你來一個 來一個飛彈砲台 欸欸欸欸 可是來不來幾 機槍兵 機槍兵 機槍兵有點趕喔 雙倍機槍兵 哎呀這招真的是暴力 難道黑石是 哎呀 哎呀真的 這招是沒有後手的 哎呀這個是對不起 我們算錯了 再來一個 再來一個加速 再來一個加速 有沒有能量 有沒有能量 沒有能量 哦 追獵 好追獵 這個完了完了 這個沒力要到 BT蓋不好 這個BT蓋不好 他沒力要到有追獵 這個BT被點掉 BT被點掉 情況下反而陸戰隊 要補救 開始要修 要修 死神回來幫忙 硬點 這個關鍵是追獵 其實這個關鍵是追獵 對重點是追獵 因為我飛彈砲就要蓋好了 我追獵在旁邊亂 然後把你再來一次追獵 這個比賽就要結束了 對 把反應爐點掉 後面沒有追獵 後面沒有追獵 好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操作 因為追獵是殘血 另外一隻追獵 在路上是不是 在路上 但是重點是還有第二隻先知 這邊換掉 還有第二隻先知 還有第二隻先知 對 哇 黑石這個是 好猛啊 但是重點是 破的還是開啟礦了 對啊 這招沒成功 這戰術是沒成功的喔 但是 你可以想像這招在天梯上有多可怕 對 就是在 你不知道對方是黑石的情況下 決定回家 就弄這招 轉完神竹 轉完神竹 就來弄弄看 這個流程感覺不難 對 但是追獵跟先知的小微超比較難 喔 哇 反應爐被點掉 反應爐被點掉 然後另外一隻先知在存能量 沒能量 然後就是接虛空 再抓 再接三兵營 哇 又要來 又要來 但是這個 剛剛那個反應爐被點掉很關鍵 機箱兵補不出來 是是是 要靠鬼雷來做防守 這個 靠鬼雷做防守的話 其實有機會 鬼雷直接正面炸到先知就直接爆掉喔 對 但是關鍵是 這邊應該會躲開吧 哇 虛空來了 哇這個 你過來嗎我就放先知 欸欸欸欸欸 鬼雷鬼雷 哇鬼雷會被點掉 喔千知點掉了 欸欸欸 先知先知先知 哇鬼雷 哇 他門開門的不錯 點掉一隻先知 但還有隻虛空 現在甩一下虛空 這邊其實Port的壓力還在喔 對有點可惜剛剛先知沒有能量 如果剛剛先知有能量 這六隻家裡面是可以吃光的 嗯 欸來來來來來 喔呦 有沒有 哇這個真的是 機槍殺手 欸真的看完黑石 玩完 不是因為對手是人類 看完黑石玩完這兩場真的回去天梯都想試了 對你就覺得 感覺應該我也 我應該也可以 感覺可以 行 可以 他畢竟對手是Port啊 對 算我的微超沒有黑石好 但我的對手的力量上也沒有Port這麼強 對 沒錯 哦 哇 這邊還在帶走了 這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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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虛空這加三追戀直接帶走 對 有沒有不管你鬼雷了喔 真的從下面打 真的是不管你了 喔 圍巾戰機 喔 還先出圍巾戰機啊 哎呀 不給自己活路啊 先出圍巾戰機 可是啊 因為圍巾戰機可以遠處甩 他要甩 沒有Port的力 他不知道黑石往死裡搞 對 他真的沒料到 但是維新戰記要拯救世界了喔 喔唷唷唷 沒機會了 維新戰記出來拯救世界 沒有追劣還在 追劣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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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新戰記掉了 要被餓死 要被餓死了 維新戰記在後面 維新戰記在後面 喔破的人口差很多 鬼雷表示孤單覺得冷 對 阿不過這個追劣的情況下 這個鬼雷的情況下追劣 哇追劣又來 追劣能不能上高地 這個會被炸 這個 欸沒有被從右邊 喔 站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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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到兩個的話 其實普特還有機會喔 站到兩個 只有站到一個的情況下 這邊 打不贏啦 喔唷唷唷好也有抽�ed 他這邊的話就是 一定要想辦法把對方的 堆開 追劣清光 因為畢竟黑石是三兵紅 聲服禮會越來越多 你看他訓練 喔不過這邊鬼雷的數量不能硬上了喔 對 欸欸欸 要不要先點後面的沒血 哎呀 哇呦 分開分開分開 對 分開分開分開 好 門口一個 我門口這個 要來點了 哎呀 對 這邊先真飲了 先真飲了 真飲了 真飲了 把鬼雷點掉 喔 毀晶戰機 直接降下來 好 這邊又點掉一個鬼雷 再點鬼雷 哇 還有一隻虛空 對 再打 哇 這個打法好猛啊 對 我們看這邊在甩 這邊在甩 啊 帶走 要帶走 這個應該是要帶走 對 這個 我們來看後面的兵撲不出來 欸 直接擠上來 喔 點掉 點掉 硬換 硬換 它降了下來 降了下來 單挑 可是這個硬換 其實黑色部隊死的蠻多的喔 黑色部隊換得很兇喔 這波要被守住了 蓋鬼雷 哇 不是蓋鬼雷 蓋幫客 喔 被守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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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又來 又來 又來 還有兵 還有兵 對 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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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這次 這次的熱兵變少了 只是TD 對 哇 這個 這是我們POT在玩黑色的TOWER DEFENSE 取消了 取消了 POT還在死守 哇 這場比賽真的打得很糾結 很糾結 但是沒有鬼雷 我覺得很難打 沒有鬼雷 開始抓兵了 哇 這裡 太難打了 對 我們來看這裡 直接點 我已經站機數量 哇 狗鳴直接死光 POT打進去 哇 太狗啦 那你不得不佩服黑色的這一個套路 你仔細去檢討這個套路 第一個 放在那個位置 我們就說 哎呀 這不是被尋到 你不是白放 強行再下一個水晶 強行再下 它就是你尋到 再下一個水晶 我還是會弄爆你 對 所以其實剛剛的反制的方法 如果你要針對黑色是 剛剛那個死神不要打 去尋附近有沒有農民 先把農民殺掉再回來點水晶塔 家裡拉四隻工兵去把那個水晶塔點 然後死神去抓工兵 對對對 這唯一解 對 這唯一解 對 我覺得這個解法比較正確 那你看等到他第一隻限制出來之後 因為他把很多的資源放在B1 就是這個機器人研究所 電機研究所 然後還有這個飛彈砲台 大概投資了200多的金礦 就蓋不起來 第一時間沒蓋起來 沒蓋起來陸戰隊表示兩隻 對 最尷尬 而且那個地方老實說 你可能不靠那個東西守 你放兵營 你可能兵害比較多 對 對 他反應爐被打掉 導致其實那個地方 就真的就是奎 對 但是到中間 我覺得這邊不得不稱讚的是 Port利用鬼雷 想罵防死守 但是因為 S本身有先知 他最後還是可以爭議 等到你鬼雷數量夠多 開始輕雷 對 所以其實這邊 真的是可以看到 Port是滿無奈的 對 真的是滿無奈的 這個戰術 一波未平一波的 真的是連續兩場就是combo combo 一直來 一直來 對 其實第一場跟第二場 他都不是單純的一招而已 對 他這個是一個快攻 但是大概有三招 對 我跟你講 我要打快攻 對對對 然後你就 對 你就想說 快攻大概是那樣子 結果怎麼跟自己想像中不太一樣 第二場你又要快攻 他說 看來你要打快攻 結果你怎麼跟自己想像中 又不太一樣 是是 所以其實這邊 我覺得HES這個戰術真的是滿強的 沒有遇過的人 真的是會慌張 好的 那第三場比賽開始了 現在已經來到HES的一個賽幕點了 再來畫面中 左上角 10點鐘方向的紅色 神速選手來自由於閃電狼的HES 那他的對手呢 則是在5點鐘方向的藍色的連續 Port 那我想會HES的這個招式會 這樣子讓人家驚豔 一部分也是因為我們聯盟的人類相對少 所以 對上HES的 當然 上週HES對上Vanina打了一個6場的Blow7的一個比賽 對 沒錯 對 但是 即便是他對上Vanina他好像也沒有拿出這樣子的 他沒有什麼放招 對 老實說 那天HES打的狀況反而讓我覺得HES狀況好像沒有很好 對 沒錯 但是今天前兩場的這個放招 以放招來說他狀況是很好的 對 這張他放招就 幾乎就是感覺他因為 對他來講就像吃飯喝水一樣 你看Port很悶啊 你看他在那邊吐大氣啊 對 這個想說這個來到這邊 Ian沒拿總是可以拿個紅包嘛 紅包被冠軍總是應該有吧 對 結果 哇這個被HES一個2比0 我覺得Port要打穩了喔 Port只能打穩 對 那HES想乖乖的 Port要裸霜 我們都知道 之前Vanina嘗試裸霜裸三次 被HES 就是他們一個4比2嘛 裡面有三場是Vanina嘗試裸霜 然後就被HES打爆三場 對 那三場加起來不到10分鐘 那這邊的話來看一下 這一場 這個Port想要裸霜 有沒有辦法 在我的印象裡 我看到打HES裸霜成功的 最後贏的 我看過有Flash 喔 所以他到Flash 那是頂尖時期的Flash 喔 對了對 現在的Flash 就不知道了 我看很難 對 Flash我最近看他在韓國的戰績 好像一勝未得 有點慘 喔又來了 又來了 欸這個位置要放什麼 但是你裸霜的3BB開 我覺得防守上來講 是還不錯的 如果 不過你注意看 HES這邊是霜氣開喔 又要VS嗎 欸 又要VS嗎 要什麼呢 呃 3BB開還是要引刀 這邊先來看一下 這個Port這邊對3 應該是個3BB 嗯 三兵引開喔 對 最穩 最典型裸霜的一個穩健打法 HES這個位置這次就收斂很多 這個是不太 應該比較難被尋到了 對 那選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目光曰會的機率很高 嗯 對目光曰會的話 那就看 那就看Port有沒有因為前兩場的機率性 提前的來放BT 對 因為你即便是裸霜 那你如果沒有真影沒有飛彈砲台的話 你用雷達去清這個 去清這個黑暗聖塔 我是是 是防不勝防的 是防不勝防的 對會很慘 第一個你的雷達被換掉 第二個 依照我們對HES的了解 他的 他應該很有後手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可能是很 對 你不知道後面是 後面來的是什麼 可能是衝鋒狂 對前面鬧一鬧 然後你想說喔他鬧到我守住 他應該要開礦啊 不是 執政官衝鋒狂一波A到你臉上 之類之類 不然就閃追 A到你臉上 哇這個引刀速度有快 4分半放引刀塔 對 這個時間點非常非常早喔 但我覺得 嗯 你覺得PORT會不會來放B1呢 PORT進去看到沒東西 應該會有 應該會有驚訣 因為打神族 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你只要下最終判 你就是守兩個 一個是守飛機場線 一個是守 一個是守先知 一個是守引刀 對 你兩個都守 你只怕其他東西 好懂了你又要弄我 你要弄我 你們台灣人是這樣子是不是 對 喔 放了 欸沒有沒有 放了雙瓦斯場 他會放 他會放 放Bunker 這個 放Bunker 那不是 他怕引刀 不是 他怕閃追 他怕閃追 對那就要看眼力了 眼力夠好 有扣能量 還可以少 那眼力不夠好 砍一砍 比賽會結束 呃 可是 因為他這個Bunker的位置 他即便眼力好 假設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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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尋到了 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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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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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間點很危險因為 引刀如果被迫刷在機槍兵的臉上 一個雷達掃瞄就尷尬了 直接在那邊放一個VR啊 引刀會刷嗎 引刀不敢刷 引刀不敢刷 因為你 就攤底牌了 對因為你刷了就攤底牌 而且對方一個掃瞄就直接死光 連船都傳不出來 輪流走進去還可以 但我覺得第一個黃金台銘 已經被鎖住了 沒有扣能量喔 POD沒有扣能量喔 改轉閃追 他轉閃追就剛好是POD準備要守你的 這邊叼堡在尋了 可是他引刀沒有取消啊 他引刀塔沒有取消吧 他不會取消了吧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沒取消還在啊 有有有有傳有傳 前面在前面 有傳一隻 喔 看到了看到了三隻 三隻 有看到嗎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欸 要分要分要分 哎呀沒有 我覺得他沒看到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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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重點是他沒有能量 他這個帶走 不見得帶走 喔喔一砍 哇被砍了才發現 開始分 開始分 對開始分 只殺一隻喔 再回來 只殺一隻不夠喔 只殺一隻非常不夠喔 而且你看啊 這個後手 他後手就是閃追啦 他 砍一砍他要接閃追 對他砍一砍他要接閃追 所以 你二況還是一定是 一定會飛 然後把你的打針點掉 欸欸欸 要不要修 修 修 哎呀放棄是不是 哎呀又修啊 這個不修開玩笑嗎 如果沒有打針的話 面對閃追會非常無力 好修起來修起來 修起來修起來 如果有修起來的話 其實我倒覺得 沒能量沒能量 現在沒能量 他現在還是要下最後砲台 對 又進到了我們的 引刀農民副本了 一刀一隻 這個副本目標 刷到20隻 你就可以 打我們的王 對 我們的王可能是 破的崩潰直接打你本人之類的 哈哈哈哈 這就要飛起來了 他轉的是引刀 嗯轉的是閃追 閃追閃追 這個家裡是三兵營還是四兵營 四兵營的閃追喔 四兵營的閃追 是往死裡打 阿三兵營 三兵營的閃追 欸是真的專業往死裡打 又來了又要來了 三兵營 哦四兵營的 這是四兵營的閃追阿 四兵營的閃追 但是其實 這個帶打針的喔 那略奪帶打針 其實我覺得 閃追討得到田頭嗎 不一定喔 這根 我又這個難打 不好打 不好打 這個非常難打 因為其實剛剛那一波你說真的要亂到PORT什麼 因為神族單槓開 那雖然人類惡況沒有在營運 但是至少他有惡況 來了來了來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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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跳 這個跳 唉唷 飛起來引刀在砍喔 引刀在砍喔 沒發現引刀是不是 阿 發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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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 發現了 但是因為有打真的顆機線還是蠻強勢的 欸 不過其實 很強勢 但這個血量 血量沒有碉堡 你這個血量 沒辦法 沒辦法 看住那個負荷 我這個 不過後面再刷部隊出來 對 部隊拉出來 喔 衣料挺出來了 哇 哇 那衣料挺出來 還是這波就確定失敗 確定失敗 這幾乎是不可能守 幾乎是不可能打得下來 往左邊跳 唉唷 他往上面跳 喔 阿唷 阿唷 有 阿唷 這個損傷有夠大 對方BG是 這個在打真的部隊 其實在追擊能力上面是很好的 對 哇 那還是尷尬 這很難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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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有讓人家放招失敗還能贏的啦 這讓他玩就好了 哇 這個 哇 這個 這下非常危險 很難喔 因為家裡面醫療體又出來了 對 而且其實在科技上是落後的喔 是有一個閃增科技線 但是對方是帶醫療體 哇 而且黑是單礦的經濟 那這邊POL是馬上把二礦營運起來 今天穩著打出生化部隊一直在打打 那應該是不用到巨像啦 感覺直接生化部隊就帶走了 對 直接 這個也不太可能出巨像 不對 人類哪有巨像 喔 錯錯錯錯錯了 我是說黑時沒有機會轉出巨像 對 黑時沒有機會轉出巨像 哇 這不過在講話彈齒之間 我們黑時知道就打了GG 對 因為其實真的是打不下來 我覺得這場POL就守得不錯 主要還是那個關鍵啦 外面那個水晶塔被發現的 主要對那個水晶塔被發現 可是你那個水晶塔不發現才奇怪 因為直接放你臉上 對 那其實我覺得第一個水晶塔被發現的時間點其實很尷尬 他又只放一個 其實你應該在後面也放一個 對 那你最起碼就是可以確定 因為他部隊出來還只能猜前面那個 對 那他第一時間沒放 後面再補時間點就完了 那還有就是POL這次打得很穩 這一回看得出來POL就打很小心了 所以等於是說這一個 第一個引刀慶功的滑機時間點其實就已經浪費掉了 然後POL這場打得又非常小心的情況下 我覺得 開始氣勢 這個POL的氣勢開始有回來 不然真的是前兩場都被HES直接一個連環技的快攻直接打爆 我覺得POL剛剛也是看得出來還蠻悶的 對 感覺這個HES前面就是一直combo一直combo 不過在剛剛那個回合就被HES算是POL順利的破解了 對 那這樣子的話呢 待會要進行到比賽的第四回合 依舊是HES的賽末點 那POL剛剛先守住一輪了 那有沒有機會HES還有沒有招可以放呢 還是真的就可能要打正面了 那我就會看一下地圖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但是 會怎麼放 或是他會選擇怎麼樣一個戰術 因為前三場都是單框的一波 對 其實都放完了 以單框來說這個也冰雲放過一次 然後也星際之門 然後呢 也引刀塔 對 但是如果選擇雙框一波其實也是很強悍 那POL選擇換個戰術 因為其實給的壓力已經夠大了喔 那讓對手就是做些表情 讓對手有點壓力 自己要獲得一些經濟上優勢 說不定這樣打可以 來看看 是的 有可能前面放招 那後面是直接一個 鎖雙 鎖雙開 也說不定 好的 那我們介紹一下點位 在五點鐘方向的紅色城主選手 來自有一閃電狼的HEYS 那他的對手呢 就是後面一點鐘方向的藍色人類選手 來自CM STONE的POLT 也算是我們很沉迷已久的人類選手啦 雖然說現在 實力不在當年的巔峰之上 但是依舊有非常好的一個策略性 因為當初大家都說他是一個智力人組 對 沒錯 但是前兩場比賽被智力打倒 看來在智商的一個對決上面來講 暫時是我們 台灣小江 HEYS 對 狗哥 狗哥HEYS 這個聲音醜 大家 之前還甚至說他的一個放噪就是有名到 韓國什麼GSL SPL出現HEYS的招式 那他眾說分語的 他就說 欸 HEYS超人家 但是 HEYS說 那又有一個說法是 HEYS在天梯上這樣弄韓國選手 他就覺得很強 就學起來 確實 這邊又是雙氣開喔 又裸雙 又是雙氣開 我這個 不過上一場 真的是POLT難得 在 HEYS面前裸雙打下比賽 對 那這一回合 不要弄你啦 好 不過這回合他往左邊選 那就會比較晚發現 欸 沒有 他是要去 欸 他是想放建築物版 他是要放東西 哇 又是也 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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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放完會選啦 那是 他應該要等放了 他選一個 對 他選一個 他選中間點 中庸的位置 類似以前 某些地圖放在正中央那種感覺 對 那 因為兩個點位嘛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嘛 左中一個 右上一個 放一個正中間 這邊很近 外面也很近 我覺得這個位置 感覺又是VS 對 我就一樣開局 因為VS算是很 算是打人類很 蠻強大一個打法 但是這邊POLT是三兵贏開喔 對 這放在正中間的話 VS的距離就會高很多 那這邊的話 對三兵贏開 三兵贏開其實不要 POLT不要太偷 陸戰隊 不過他這個時候陸戰隊 數量夠不夠 去尋 發現不在這裡 發現不在這裡 沒有 這時候應該沒有什麼陸戰隊 因為他畢竟是裸霜 喔 那是帶追烈 這個也 也VS 那待會追烈會到前線 搭配他的那一隻先知 這類似第一回合的戰 第二回合的戰術 但是 雖然 人類三兵贏開 理論上陸戰隊的數量應該 第一時間出來還不錯 大概四隻到六隻 但如果分散 對 你可能還是會被抓 對 可能會被各個擊破喔 他又來了 這隻狗兵又來了 先 這隻狗兵又來定位一下 你的一個開礦的順序 是不是正常 他會先看一下你陸戰隊的數量 好 現在要來加速了 追烈出門 來看一下 看到這幫裸霜 好 知道了 懂了 懂了 回來找個地方放水晶塔 人家可以前線刷兵 這邊 這個追烈是 幾乎是很完美的時間點 會跟限制劍做一個會合 打一個微雙線 那這樣的話 追烈打二框 微雙線 對 追烈打二框 先知打主框 然後打著打著 微雙線 對 操作順利的話 先知跟追烈會來第二回合 看看能不能 藉由這個微雙線 來獲得一點小確信 是的 微雙線 他騙你 騙你 哇 抓到 哎呀 這個殺完就無敵了 這裡殺完就很尷尬 這無敵了 哇 這一個結果不是微雙線 而是真單線 啊真單線 微會合 對 哇 微會合 對 哇 哇 這個 真的是 重點是第二隻先知要來了 這個技巧兵還在想說 喔呦 這個應該是 怎麼又弄我啊 對啊 又來了 啊 你沒有先知了吧 又來要刷兵 第二隻先知要來了 欸 第二隻 第二隻先知 你的兵出來了 喔 不過這個又被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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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操作好 沒操作好 但是前線水晶好了 對 家裡面好像有碉堡 碉堡是不是好了 多碉堡 好像好了 唉唷 沒好 他跑沒好 喔喔喔 這個很尷尬喔 這個非常尷尬喔 唉唷 沒能量了 沒能量了 第三沒有 第三隻先知來了 哇 哇 哇 這個血量 血量精算絲啊 不過這個 碉堡好了 碉堡其實好 但是這個碉堡的位置 他的空軍還是可以從後面打你 這真是血量精算絲啊 現在已經三先知了喔 三先知了喔 大概四先知 四 欸四先知了吧 這是四先知了對不對 這個就多出來一隻 四先知 現在三 這是四 各位觀眾 但是 四先知 各位有四先知 對 對面都是菜 有種不要採礦嘛 就躲碉堡 躲一輩子 他慢慢碉堡蓋過去採礦 對 又來 又來 喔唷 煩都煩死你 這真的是 五先知 還在出 還在出 他先知 出到你 打不完 要不要轉虛空 感覺轉虛空會穩一點 我覺得Post要倒了 五先知這根本沒得打 這能量太多啦 對 你這個 哇這哪來的地面部隊啊 還有地面部隊啊 他直接走上去 哇 這是 啊唷 先知 奪 誰 我突然覺得 Vanilla蠻強 對 Vanilla 你看打一個Bow7 Vanilla打到 對 2比4有沒有 好 來來來來 那個先知的能量好像不太夠 包 哇 這農民要死光光啊 對 農民要死光光 不過這個包的很漂亮 這個包的很漂亮 這個其實 不過其實S也沒有過多多少 啊又來了 他不停的啊 你看先知 你看這個圖 JJ 3比1 問號啊 問號啊 這真的是 恭喜S我們 氣而不捨的持續放招 以3比1的比數 擊敗了我們的 這個頂尖的人類選手 Port 可以看得出來Port的表情 這就是HES啊 對 這個5 哥記住你啦 對 以後比賽不要讓我遇到 啊 這是 給我記住 竟然 每一場每一場都單框啊 HES表示 對HES這場比賽 有沒有放2框啊 沒有 他4場都沒有放2框 對 所以其實這個是 他對上Revival還比較客氣 他對上Revival還好歹有放 因為打重組 好歹有嘗試假裝放3框 對 好歹有放個3框放開心 對 哇這真的很 很殘酷 很可怕很可怕 HES的一個弄人功力 是可以直接3比1 直接弄倒Port的 弄倒Port的 欸剛剛 不要覺得Port很菜 Port好歹剛剛2比0勝的 對 Port剛剛2比0勝啊 對啊 在這邊被HES 他兩次打勝都是正面擊倒勝的 沒有有一次放招 喔對兩次 總共這樣加起來是4比0的 這IEM一次 今天一次 對 4比0勝的 大概被HES3比1 對 所以其實 好的 那這樣子的話 恭喜HES拿下今天我們的 台海西村紅包邀請賽的一個冠軍 那待會我們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回來之後呢 有這個頒獎的儀式 他有抽獎對不對 也會來抽獎 來抽出我們今天最後的一個 要抽10塊的一個簽名滑鼠店 非常非常的不錯 所以請大家先稍後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待會馬上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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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我們先來分析